你敢 你们听说过 一诺千金吗 我这个手指头要是按下去 我承诺的可不是千金 是那么多农民兄弟 做梦连想都不敢想的 上千请的地 到时候我要是兑现不了 我还是忍了 我都是个球 那到时候你不 满蛋 徒弟 你的忧虑可以理解 但大可不必 这个地方我比你待的时间长了 这古往进来的道道 多少知道的 就说咱们住这个地吧 别看现在荒凉 可大汉朝那个时候 就设了线取名五元 大清朝那会儿 由于常年交战 加上猛汉两族交杂 这个地方官府基本上放弃了管制 光旭末年 有个汉人千兵八祖 叫齐怀勒 哦对 就是龙行长齐老太太的丈夫 带了一干人马 打到这一半 当时由于官府的观想迟迟不能拨下来 这齐怀一气之下 干脆脱下官府 旧地危陪了 他跑马圈地 连抢带中旧地 他就扎下来 他当时身边有一个副将 此人年轻有 有勇有勾 他利用黄河的支流 挖了条小干区 便拥有了水交地 这石头渐渐地超过了齐怀人 成了后套真正的霸主 这个人就是黄锦修 红先生 你总扯这些成骨子烂芝麻 有啥用啊 就是 温泽 你接着往下听 自打黄锦修之后 这后套便有了个规矩 荒地无主 谁能饮水交地 这地就归神 当然了 在后套 黄河的支流几乎被黄锦修把持着 这地交不上 这荒地他自然就慌着 徒弟 你若真能黄河干流 饮水交地 按照黄锦修立下的规矩 这取水所到之处 就得归你 你签字画牙 自然有效 这话才算说到点子上了 我是怕这个黄锦修 后套很多的规矩都是他定的 万一 咱这条区要是挖好了 他要是强行给抢走的话 咱怎么办 咱不是替他白忙活了吗 白忙活 这黄锦修有他的奖礼 奖礼 他有人有枪 他说出的话就是礼 大北哥 那也不用怕 他要是硬抢啊 那十几个跟咱挖区的那个牛锯的巨头 他也不干呢 到时候和他拼的就不是咱一家 怕啥 对啊 咱要人有人 要枪有枪 谁怕谁啊 枪不太多就看打谁了 就你那敢破枪 不拿出来好好 一拿出来准闯祸 再说了 那十几个牛锯的头头 平时都在黄锦修手下讨饭吃 是吧 万一哪天黄锦修要是吆喝一声 他们连个屁都不放 咱们怎么办 大北哥 你说 那咋办 反正这压不能化 我呢 在后套有两样心爱的东西 一个是春妮姑娘 让黄锦修给抢走了 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没挖成的渠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能把他让给黄锦修 干啥去了 正好你在这 有些事呢 我想不通 你帮我出出主意 有的时候呢 你们这些大老娘们 偶尔还能说出一两个好点子来 来来来 走 要出主意就说呗 你拉着我干啥呀 我心烦 出去走走 我这还洗衣服呢 你洗个臭啊 这衣服啥时候不能洗呀 他又不是炖饭 弄五熟了 走 等一会儿啊 这个人说走就走 夫人 车算好了请上车吧 唐主呢 唐主让你先走 他一会儿就走 我这次去包头 少则几个月 多则一年 这个家 就全都交给你了 唐主 唐主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替你看好这个家的 老段啊 最近这个王土地有什么动静吗 最近 最近没什么 这个人 你一定要给我盯进去面 是 唐主 我想问一句 如果王土地 只是种地挖渠 那我们管还是不管 那要看他挖什么样的渠 种什么样的地 这 唐主 这我就不太明白 好 你先去吧 我跟晋升想再聊几句 晋升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晋升 我和你呢 也用不着藏着掖着 我这次离开后套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 就是这个王土地 还有 他挖的那条渠啊 唐主 你是希望那这个渠 挖成还是挖不成啊 说实话 我既希望他挖成 又希望他挖不成 挖成了 那不用说 那是后套之福 从此后套 就真正成为了 黄河百汉 为父一套 我怕的是 到那个时候 还是咱们锦绣唐的天下吗 唐主 你放心吧 我敢断言 这王土地 只是一时兴起 这个渠 他根本就挖不成 你想啊 连金生水都说 要想从黄河上取水 渝沙俱下 用不了多久 这河渠就会被 渝沙给堵死啊 这是多少年都解决不了的 千古难题 他王土地 难道清而愈去能解决吗 绣一个小小短辫子渠 后套所有财主 凑个钱才能办成 你想 从黄河上开口饮水 这是多大的工程啊 那得要上万个渠工 才能办成啊 不要说别的 就学之际 渠工他们吃粮的问题 他王土地都没法解决 所以这件事情 在后套 只有咱们锦绣堂 才能办成 所以我敢断言 王土地这个渠 他根本就绣不成 锦绣啊 可我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 这小子见走偏锋 不得不防 你记住 修多长的渠 种多少的地 这些我都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在这后套 不能再有第二个黄锦绣了 我知道了 堂主 咱们还爱老规矩 碰的小事情呢 我替您做主 凡是遇到大事 我亲自到包头 向你并忘 我跟你说那个事 你想好了没有 你当我是出口量吗 你和老瓜子一个主意 没用的老娘们 回家 回家洗衣服 你说你这人 你拉不出去你认茅房 你自己想不出好主意 你还恋我呀你啊 我走了 哎土地 你看那人干啥呢 走 过来看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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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啊 哎 你是王土地呀 啊 哎 你这是那个 国首将在世 里面脱身的 王土地 哎呀 你说的那个什么镜 和那个兵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什么转世 我是俺娘生的 天生就是王土地 那 我问你 你真能从黄河取水 在这修条大群 能吗 那 您受我一败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别别别别 别这样 您不能这样啊 您这是折他的兽 王土地呀 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这多少年 我们盼呢 盼呢 盼着自己有块土地 这倒好 老了老了 碰上你这个真神了 你一定受我一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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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块地是你们家的 我儿子说呀 只要跟着你修墙 把水捡到这 这以后的土地 就是我们这个 你儿子 啊 我儿子 哦 就是犀牛巨的那个 赫老六 赫老六 哦 哎哎哎哎呀 问件事啊 如果这个墙修成了 这个地是你们家的吧 要是让别人抢走了 那怎么办呢 农民有块地 就像得把儿 谁抢 给他拼 那 那人家要是有刀有枪 有势怎么办呢 别了 是少了这 我儿子说呀 把土地分给三亲六旧 到时候呀 全家一块上 人多势众 就不看了 人多势众 我给他说个事 来来来 我这儿有个好想法 这个想法 一旦实现的话 咱就不怕黄锦绣 什么想法 刚才啊 我在弟弟的时候 碰见一个老人 他跟我说了四个字 倒是提醒了我 那四个字 人多势众 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咱们现在挖的这条区域 把地都包给了牛居的头头 牛居头头有多少啊 满打满算 已经几十个人吧 对不对 黄锦绣一旦想要这片地的话 这十几个人啊 就算是心里不服气 那也没办法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咱把这地 分给那些渠宫 你们算算是多少人 是成千上万啊 如果黄锦绣再想要这片地的话 他打交道的可不是十几个人 是成千上万 后套所有的渠宫 到时候 他想怎么着 他能怎么着 他还敢怎么着 何弟 你是说所有的渠宫 都能分到底 对 我是想 让后套所有的人 耕者有其田 这样的话 咱就不怕黄锦绣了 黄锦绣也不肯在后套十天了 你等等你 你这个话 有点很空出世的味道啊 好 我得坐我走 你说 跟着有其田 是吧 这是什么大事 这样的话 你来写 我来说 好 后套 可按照 更得以其田的用则 不行啊 好 你来诺 是啊 只管这条曲 咱就是后套最大的东西 咱不能从叫游巨 可弟 我不叫游巨 那你说叫啥 可弟 不如咱叫宫中 宫先生 不行啊 咱这要闲没闲 要凉为凉的 叫公公 这门里边是他人眼中胖子 说 就叫 要干 咱们就来拉开下十根 已经到这份了 脸不肿都不行 你让 你让 没有门 你给其他人了 想好了一个字 和 和和七七 和和美美 咋样 也不行 和七七还能挣到钱 钱是抢来的 抢钱的是土匪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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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中 这名不错 俗话说 和气生财 就叫和公众 好 就是他了 哎 公先生 咱们现在挖的这条渠 你也记个名吧 哎 大白哥 咱挖渠那地儿叫羊山狗 咱就叫羊山狗渠 你拉倒吧 哥 那羊山山狗是狗嘛 要是起这个名字 这渠下指定挖渠 满藏这回说的有道理 羊山狗 你怎么不叫胡山豹呢 父弟 咱就叫我们义和群 这条群羞的有情有义 吉利 多个好彩头 义和群 我觉得好彩 你们军事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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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义和群 写上落魂 和公众 我 我 你也把堂主了 哎 那可不是 王堂主了 啊 哎 王堂主 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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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 哎 别光顾着乐了 快来 泡泡起来 我给你喝 自个儿来 自个儿来 哪能让您自个儿来呢 您现在呀 可是大人物 你没听人家说你吗 郭守晋在世 礼宾托胜 我到现在呀 一直没弄明白 这个郭炳是干什么的 你看啊 有烧饼有煎饼 那郭炳呢 啥郭炳啊 郭守晋礼并 洪先生说了 那是古时候两个修水里的大家 人家当地人啊 都把他当神一样晋啊 哦 神啊 咱比不过人家 人家是神 咱是人 而且还是个穷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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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舒服了 哎呀 还是有血 还是 要说这世上女人千千万 没不媳妇 本婚 媳妇儿媳妇儿还是个人配的 好啊 现在知道好了吧 他们怎么叫你王堂主啊 媳妇儿 咱这牛鞠啊 媳妇儿媳妇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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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把那曲也有名了 叫一和曲 有情有义 这个名字好 最高兴的 是今天享受你这儿 对付王景秀 哎 咱是干大事的人 那心眼要大 那心眼大了 想出来的法子才是正道 咱把曲修成了 对他王景秀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啊 他要是领情呢 那咱啥子不说了 他要是不领情 跟咱过不去 到时候不用你出面 就会有人收拾他 你呀 老跟他过不去 那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 我知道 还是因为春音儿的事 你窝着心呢 你恨黄景秀 你恨得牙痒痒 你知道吗 春音儿为啥嫁给黄景秀 她也是在帮你 她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 可你身上压着个黄景秀 那倒就走不远 所以她就嫁给了黄景秀 她帮你搬开了这个石头 现在呢 她跟黄景秀又住到包头去了 也是为了帮你 你要是老纠住黄景秀不放 那你最对不起的就是春音儿姑娘 哎呀 媳妇儿啊 为这哪是稀将啊 这都是稀闹啊 老大了吧 把你当水啊 宠音儿 死啊 你小心点啊 啥都看不见了 老是个酒啊 小姐 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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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让无量给下人去送饭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看你把无量吓的 是不是你让他去的 就这么点事 有什么大心小怪的 咱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看饭菜剩的还多 就让无量给下人送去了 省得浪费吗 我的儿子怎么能干这个事 小丑 来 少爷 你找什么呀 我让他去关系一下下人 这有什么错 当然有错了 我的儿子将来要除为我这样的人 那好 那你告诉我 你黄锦绣是什么样的人 问他好 我是厚道之王 我要让所有厚道的人 都讲了头看我 怕我 敬畏我 那我也告诉你 我杨川妮之所以能进你的门 不是因为我怕你 是因为你做了让我感动的事情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你偏要让人怕你 那你就不能让别人感激你吗 荒唐 感激 你要走多少事情才能让人感激你呢 这还要碰到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的原则是 上我者昌 帝国者王 帝国者王 汤主 孙老板家来事呢 进他 口气 一句话 四个字 平安不适 每次都是这样 多少回了 总是这句话 我相信 这后套会这么消停 还是给孙建生稍个话 让他把眼睛睁大了 要好好地够坑这个架 是 孙总管 打得怎么样 关心的管 东京商街大阪有许多电能和气功 正在掌控复地 听说 只要帮你们挖去 人人都能分到地 还有麻烦 还听说 根本就去政策照顾呢 还给驱工们都签下了 孙子合约 你们去过 建盲土地 各位老乡爷们 签约的呀 都更会跟着牛居 到我们这儿啊 没有用 都在给你发信 都在车里签约 哎哎哎哎 待会进行 我代表我们公众王土地啊 给大家说几句 我们东西要说了 今年咱们修的这条渠叫 一和渠 这条渠 修成了 将是咱们护涛最大的一条干渠 能交地啊 上万请啊 知道吗 但是 你们想一想 不是一两天 他能修好的 得花上一年 甚至好多年 他才能修成 因此呢 我们今年啊 采取了一个办法 就是以工入骨 怎么说呢 就是 咱们给牛居 去干活的渠宫 也可以从咱们牛居中 得到自己的地 去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们宫中 只给各牛居签约 你们要想 干活修取 都去找自己的牛居啊 大家不能听好了啊 大家不能听好 我就是牛居头 你们想干活 可以来找我吧 干活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来了 孙大总管 求求我吧 求求我吧 六四二 六四二 你怎么说 你什么好 先是担大王兵 你 董福元 你来得正好 我问你 你一世不业 跟王兵的 请了兔一本书啊 有字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董福元 董福元 上一次的实际 我已经在他们 里面先替你整个群 没想到 这次你会变门家里 既然四次的王徒弟 前世宝发含曲合约 你知道吗 唐主最狠的 就是王徒弟了 你不要命啊 我觉得王徒弟挖曲 对后头来说 是件好事 再说几次 他也可以增加进抢 唐主走的时候 说王徒弟种地挖曲 他不管的 福元 看来你这么了解 唐主的心思啊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王徒弟 又是中敌 又是怕曲 搞得烘烘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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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而且他还成了什么宫中 他已经犯了唐主的打击了 不愿 你马上喝个字 弟弟王族的远远的 我去看毛头 要亲自去看唐主 孙宁管 这件事一定要让唐主知道吗 唐主灵州是有交代 我必须要这么做 你先去吧 段爷 我可不是软骨头啊 我是在王土地那里 让孙宁公文给抓住了 行行行 没空听你唠叨 受了这么大的麻烦 现在 孙宁管要去包头 要是让唐主知道了 那该怎么办啊 咱是没吃的羊肉 反正惹你身骚 德塞 你去 去报个信 孙宁总管有人来车 谁啊 里面坐的是不是孙大总管 王土地 你有什么事啊 我还赶路呢 等等 我想让你给黄锦秀带句话 你消息够灵通的呀 这就是我要挖的那条渠 我知道叫一和渠 什么事啊 这条渠一旦挖好 受益最大的就是黄锦秀 此法怎么讲 这条渠的下游通向的是无良苏海 那个地方是泻水排沙的地方 而他的必经之地 就是黄锦秀上前请荒田 一旦取修成了 荒田将变成良田 他是坐向其成 王土地啊 看来你真不了解我们黄堂主啊 这小恩小惠是打动不了他的 我知道 你们堂主想在后套一手折天 怕有人抢了他的势头 对不对 你也知道 这次修许是人人入骨 各为其出 我王土地满打满算 到手的收益最多也就一程 好 即便是这一程我都到手了 我怎么能跟他黄锦秀比 他也太高看我王土地满了 盲盲的意思我明白了 不会把这话带给唐主的 但是至于唐主怎么想怎么做 这我就做不了主了 好 还有我希望你给我带两句话告诉他 你说 你告诉他 我在后套最看重的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春静姑娘 二一个就是挖区 春静姑娘 现在已经是他的太太了 如果在挖区这个问题上 他要是不让步的话 未免有点赶尽杀绝 不太仁义吧 那第二件事呢 你转告春静姑娘 不 现在说 应该是黄太太 我知道 他许包图的两苦运行 我谢谢他 你告诉他 就是再苦再难 我就是豁出身家性命 也要挖后这条义和去 我知道了 走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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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和他不行 你肯定他不行 他 这是汤鲁 你把他们都喝多底下去了 他怎么做成这样的 叔 哎叔 你带我来吧 叔 急了 你先出去吧 这我来照顾 来 喝点醋吧 姐姐去 你跟酒不喝醋 姐姐酒吧 你做的太厉害了 来 快喝点 哎 哎 不喝酒 我喝酒 君子要喝酒 喝酒 夫人 孙总晚来了 说见堂主 哎 是啊 今儿 哎 喝酒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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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都算是这样 怎么见来百见了 我个人说 你是不是又回来 这么夭来 又回来 又回来 那一点 啊 哪个人 啊 才是 啊 哪个人 呢 水 你的 我不是 你不要 那種 你不要 我還要 你不用 夫人 孫總管 您辛苦了 來 坐 哎 就只喝的粥啊 我在厨房给你多炒几个菜吧 不用不用了 一路电波就想喝点粥 这也真不巧 堂主喝的大醉 有什么事啊 恐怕明天才能说了 不急 不急 孙总管 您这么远赶过来 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没什么大事 那好 那您吃完了 早点歇着吧 我先走了 夫人慢走 对了 刚才堂主喝醉的时候还在问 是不是王土地 又弄出啥事来了 算了 当我没说 等等 不是 我 我 离开后套的时候 见到王土地 他让我给你上个话 他说 你 我 他说 你 我 你 后来 再见 没错吧 多个事还要跟你谈 孙总盖 那照您怎么说 王土地那套局 是一定能够修成的了 为什么 人不是都找齐了吗 是我跟你说吧 唐主不答应 这个局就修不成 唐主 唐主他为什么不答应呢 他是怕 王土地成了气候 会热出马 孙总管 王土地修局 是不是一件好事 是 那对咱几修堂来说 是不是好事 是 去修成啊 咱们几修堂能得到 上千亿两天 既然如此 我有一事相求 你说 王土地做的是一件好事 我想请孙先生 忘了一把 孙总管 趁点求你了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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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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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呢 你找唐竹有事 我看看唐竹醒不醒 唐竹 湖上没事 我走了 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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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还是送送吧 堂主啊 就送送这事吧 警长啊 这真没什么大事了 真的没什么事啊 那就好 这往后啊没什么大事 就别跑过来了 这来一趟挺不容易的 我这不是想堂主吗 好 那我走了 好 堂主 昨天晚上我看见 孙隆瓦跟太太聊了很久 太太还逼你把勒一把 你这肥头大耳的吃饱了 没事撑的是不是 就是脚老的舌头 往后这种没风雷影的事 别跟我说 我没听听 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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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看 这是无量写的 真不错 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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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隆 孙隆 你看这晋升来了 匆匆忙忙的 这又赶上我喝酒喝多了 你说咱没吃礼吧 没 孙隆官挺客气的 就喝了一碗粥 他没说啥吧 没说啥 他呀跟我说呀 你们聊了会儿天 这你们都聊啥了 我向孙总管打听了一下 我家里的事 一想起我那个傻弟弟啊 我就控制不住 结果还当着孙总管的面 流了眼泪 他没埋怨我吧 没有没有没有 他呀啥都没跟我说 你叫他写字吧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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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刘三说孙大总管回来了 他怎么说 刘三说没事了 天主我爷 腿 撤下刘三说 他没有声音 我阳三说 我阳三说 你们别嫌弃我 我脸上 流的不是泪 是血